敬老 尊敬年高得少的老人 古代在宝底这个地方 有位叫做黄焕的人 他都已经四十几岁了 却还没有孩子 黄焕平常对待老年人 也都非常的尊敬 如果遇到年老的老人 挑着蔬菜叫卖着 他一定会多付一些钱给老人家 让他们欢喜 不仅如此 黄焕若知道家里所雇佣的工人当中 如果有老年人的话 他不但不会嫌弃他们的年纪大 体力弱 动作慢 反而还会经常提醒他们 在工作中 不要太操劳 要多多休息 而且 对于亲朋好友家中的老年人 也是一样 都能做到 事事礼让 处处恭敬 有一次 有一次 黄焕先生的仆人外出办事 巧遇熟人 而对人说道 我家主人黄焕先生 可是一位十分爱惜老人 敬爱老人的人 依我看 天底下 很难找到第二个人 后来黄焕知道了之后 并没有因此高兴 反而更加严肃地告诫他的仆人说 我只不过是做到了恭敬老人而已 以后不可以夸大其词 日子渐渐地过去了 黄焕先生在他五十岁那年 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且因为他对老年人 非常的尊敬的缘故 所以他也活到很老 很长寿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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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